芒果TV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信 大侦探真的是异常的累 异常的烧脑 好多年没这么动过脑子 我现在有点虚脱 我本期扮演的是一个魔咒老师 这个整个的故事 我觉得大家还是到时候看这期节目 但是有一个异常好玩的点 就是萨老师今天的行动线 非常的诡异 且好笑 且蠢萌 所以大家在看这集的时候 一定要看我们 我们就是吐槽萨老师的行动线 非常非常的无厘头 我其实没有跳续经验 而且说实话 我前两天才看第四季的第一集 然后看了上半集我就放弃了 因为看完上半集 人名我都没记车 所以我就想算了 反正不知道就当瞎玩吧 我就这样迷迷糊糊来了 隐身 我非常希望能具备隐身功能 就是走到哪儿 你想出现你就出现 你不出现你就谁也看不见你 魏大勋一直死咬着我不放 而且他的理由是 完全是场外玩家的视角的理由 是因为在几年前 我跟他路过一次全员加速度 我骗了他 我成功地忽悠了他 他死咬着我的理由 是因为我上一次骗了他 这个是我非常不能接受的 萨老师当我们最后都死 盯着他那个明明不成立的杀人动机 他盯着他说的时候 萨老师真的有一种气炸了的感觉 整个人的脸变得刷白 然后脖子一下都是红的 脸是白的 我就觉得很好笑 我觉得首先就是 我有一个独家的护肤秘诀 首先是面膜的叠加使用方法 就是你可以先涂一层 红果式的面膜十分钟 然后再撇一张保湿补水的面膜 然后差不多十五分钟左右 这你再来这面张面膜撕掉 然后你原来的面膜 其实基本上已经乳化了 你只要用手这样把它揉进去 然后再用防护水把这层面膜擦掉 这样全会洗 最后你的皮肤就会变得非常的嫩滑 大家可以试一下 鸡皮叶这个产品的使用 包住后续的产品的绑入 这都是很关键的 第四季明星大侦探 更好玩 更刺激 更枯朔迷离 玩家之间破案的脑洞更大 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和关注